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莫失莫忘 心寿恒昌 婴儿 不到茶去 在这发呆 我听这两句话 倒像和姑娘项圈上的话 是一对呢 你 原来姐姐项圈上也有八个字 我也要看看 别听她的话 没什么字 好姐姐 你怎么看了我的呢 给我看看吧 不过欠上两句吉利话 不然 沉甸甸的带着什么趣 不离不弃 方陵永济 姐姐 这八个字 倒真和我的是一对 姐姐煮的是什么香 我从不煮什么香 那这是什么香啊 八成是我早起吃的冷香碗的香气吧 给我一碗尝尝 这药也是浑吃的 林姑娘来了 我来得不巧了 这话怎么说 早知她来 我就不来了 这我就更不明白了 今儿她来 明儿我再来 这样见错开来着 不至于太冷落 也不至于太热闹 姐姐怎么反而不明白这意思 你看是不是 我一来 她就要走了 我多会说要走了 姨妈家遭的额掌压信最好 咱们今儿啊 要讨姨妈的好酒吃 娘子 你真是能干哪 那个倒是流利流弃的 我还真怕 你拿不回这些银子呢 那怎么行 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银子 怎么可以随便给人家骗去呢 而且那个倒是 一心要破坏我跟你的感情 还要给他钱 哪有这个道理啊 嗯 这就叫做 有理走遍天下 无理寸步难行 娘子啊 我以后再不会听那些人 胡说八道了 我只听娘子一个人的 听我好吗 当然好啊 而且还会发财呢 谁说的 不是很多人说 听妻子的话的人才会发财吗 胡说 是真的 有句话 欺欺一世穷 不欺负妻子 又听他的话 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那当然要发财了 官人到底是读书人 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 可惜他做起事来糊里糊涂的 而耳根子又软 天是风就是雨 小青 你刚去哪儿了 我都找不到你 我刚才帮姐姐摘樱桃去了 蛮好吃的 吃吃看 还好 就是不够酸 不酸啊 换一个 娘子 你怎么了 是不是不舒服 是病了还是累了 我不知道 最近不晓得为什么 老是想偶 可是偶不出什么东西来 老是想偶 又爱吃酸的 娘子 你快坐下 快坐下 我给你把把麦系看 我没病啊 看你 你那个样子急的 你看他 说是风就是雨 我不管你们了 官人 我到底是怎么样了 瞧你那个样子 你到底想哭还是想笑啊 我 我 我是高兴 高兴的想哭啊 为什么 娘子 恭喜你 恭喜你 恭喜什么 你就要当母亲了 是真的 千针万针 天将好意 到虚猛 熄在眉头 笑在心 一飞在来 二飞碧 回来我许家 后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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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 麒麟 缘 有种 哪 人间 疯狂 才 你生 生 哪 生 我都爱 哪 何人 就是 他 说 情 从今 以后 到今生 去之心 到家 小心 待灯 坏 他 祖月后 何家 还 都 饮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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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人 会不会是你看错了 让我空欢洗衣场 哎呀 我可是姑苏名医 这么大的事情 我怎么会看错呢 娘子 你放心 绝对没错 万一错了呢 错一个 赔十个 讨厌 你不能打我 因为我快要当老爹了 好 坐吧 臣妻站着伺候皇上就行了 臣妻不累 你挡着朕的光了 朕怎么看书啊 啊 大光了 哦 皇上 夜里看书伤眼睛 喝杯菊花茶 醒神的 你不是才让朕喝了参汤吗 哦 臣妾给忘了 皇上 三阿哥又长高了 都成年了 还长高啊 是啊 是壮了 听皇上的话 每天都在猎场上练着呢 皇上的话 三阿哥日日都记在心里 但愿吧 朕也希望他能记得 是啊 皇上 三阿哥每天都看书到深夜里 天不亮 就起来练习骑射和马术 每次臣妾看到三阿哥的时候 就会说 红十啊 你可千万要听你皇阿妈的话呀 你是你皇阿妈的长子 可千万要争气啊 将来为你皇阿妈分忧的担子 可都落到你的头上了 你的这些话 红十的耳朵听得都起茧子了 朕也是 你就没有别的话教你儿子吗 有啊 那个臣妾 皇上 事先臣妾老了 朕说的是实话 你穿湖蓝 保时绿 要何身份的多 你早些睡吧 皇上 您去哪儿啊 回养养心殿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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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